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2月18日大年初七人日的第二節 一起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特區政府就宣佈了 可以有條件放寬所謂的防疫措施 如果食店要恢復晚食堂吃的話 就需要強制食客掃的安心出行的QR Code二維碼 或者以人手的方式來登記食客的資料 這一項的措施本來特區政府就說 會適用於買外賣或者送外賣的人 誰不知現在又招令直改 又說不需要那班人 所以就顯得出 特區政府在推出一些措施的時候 往往就是沒有經過深思熟慮 此外這個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 竟然說到 這個apps 遲些就會 研究加入這個量度佈蓄的功能 總之就搞到這個apps 越記錄就越多 好了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說一下這個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招令直改的情況 在2月11號就是上星期的時候 陳肇始被問到 到底那些市民去晚市買外賣 需不需要掃這個安心出行 當時陳肇始就回答 只要進入餐廳範圍都需要用 很清晰 即是你的人走進餐廳就要掃那個東西 或者不掃就登記資料 來到今天的時候又出現了另一個說法 政府發言人說 由於純粹買外賣 就不會涉及到脫下口罩 顧客逗留的時間也會教堂食為短 因此 純粹買外賣的顧客 或者是為他們提取外賣的速遞員 就不需要掃那個安心出行的二維碼 是可以接受的 那些人不需要掃 上星期就斬釘自鐵地說走進餐廳要掃 現在又說不用掃 這就是為之 招令直改 你當初說這句話出來的時候 就是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 等同於去年夏天的時候 毛尼頭說要取消全日堂食一樣 你是沒有經過深思熟慮 當你知道原來你搞這些措施出來的時候 是會麻煩很多市民的 是會很擾民的 那你那時候才知道要改 你當初就不要說了 我沒有說他這次改是錯的 這次是說得對的 根本上你這個安心出行就應該取消了 不應該搞了 我認為就 不過你現在說放寬 令到那些買外賣 或者送外賣的人不用掃 都是好事 但是就足以反映到 你整班高官運在冷氣房那裏 把那些糞便出來 是沒有體積到民情 好了 現在才知道 很擾民 又說買外賣的不用 還有你這個安心出行的apps 從來都沒有一個官員出來說過 究竟你說要用到什麼時候 你想什麼時候玩完 你現在又或者去防疫又或其他 好了 當你那個疫苗打得差不多 大家都開始有抗體的時候 可能每天都會有一單半單這些武肺 但是都不死得人了 已經變得很輕輕了 到時候是不是要永久執行呢 這個安心出行 還是會 設置一個的時間 喂 有個條件 當達到了某條件之後 你就應該廢除了 是不是 難道你一輩子監控 一輩子叫人家掃這個馬 你都愚蠢的 那你豈不是完全改變了香港人的生活方式 到現在都沒有一個官員走出來說什麼時候可以停用這個安心出行 那些食店的生意已經淡薄得很厲害了 過去一整年就被折騰得很厲害 所以現在難得 可以開回晚市的時候 其實絕大部分他都開 說你安不安心出行 但是也會配合那些食客 因為很多人對於私隱有顧慮的時候 那些食店都會很懂得做 據我所知很多食店都願意 提供一個人手登記的方式 而且也是便利那些顧客 總之 大家行禮如宜 大家懂得做就算了 你有你登記他也不會干涉你的 登記完之後放回收集箱 收集箱 完成了整件事就有一個儀式的意思 大家理好我好就算了 當然有些食店會比較麻煩的 要求你核對資料 監察你到底填什麼 那些大家不去就行了 大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你還有一個自主選擇權的時候 你就可以選擇不光顧那些食店 因為大家作為一個食客 拿著一張鈔票就是用銀紙來投票 現在如果那些食店 他都不是以便利的食客配合的食客為目標的 他是留難你的 他是阻撓你的 那就不光顧了 是不是 這個就是最直接的回應 所以據我所知 其實都很少食店 是會這麼麻煩的 因為 過去一整年的生意都淡薄得那麼緊要 折騰得那麼厲害的時候 他還在搞這些東西 就是玩殘自己 而且去年初七就是今晚才是放寬的晚市堂食 都已經是過了個高峰期了 你應該在過年之前那個星期就放寬才對的 再加上現在那些公司又不能夠擺春冥了 那些結婚的人又不能夠擺酒了 是減少了很多生意 尤其是就是那些做酒樓的 是很慘淡的 市民也是很隱瞞 那些過年的時候走去搞團拜都不行的 去喝餐茶你都要限住人數的 結婚的那些擺酒又有問題的 總之就豬多祭爪 尤其是有一個人我必須要提的就是 這個就是所謂的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教授 他特別是喜歡規限市民的活動 他今天就說到什麼呢 他就說當局現時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的風險是高的 他明白政府有需要救市 但是就擔心會出現農曆年群組爆發 我想問 在過去這一年裏面 有沒有出現過一個所謂的群組爆發 是由食店那裏爆出來的 是沒有的 你都要面對這個科學數據是沒有的 是不是 你還想怎樣 那些市民已經被你弄得很被你弄得 還有你去年 還說過那些市民去大堂欣賞紅葉 你都說不滿意的 你都說怕這個怕那個 你想怎樣 你幹嘛要規管那些市民的行為 關你什麼事 去郊外人家戴著口罩看紅葉又關你事 現在那些食店放寬措施又關你事 又說明白要救市 一早應該要救了 是不是 還是打拖了那麼遲 那些做食店做餐廳的老闆不得你死 你再說這些無謂的事 你在中大做講座教授 你當然是不明白到 那些基層的打工仔女的苦況是怎樣 很多行業都是 停薪留職 你不上班就沒有錢出的 你要看出別人的情況 不是每次都說什麼防疫防疫 那這個武肺完了之後 你需要防感冒嗎 有些事情都要適可而止 你過游不及 那些市民都已經被你限制了很多事情不能做 你只看過年幾天 那些離島全部人頭湧湧 根本市民就很渴望去外游 內河現在不能去旅行的時候 唯有在境內旅遊 你不能隔壁 關你屁事嗎 是不是 你不去別人去 好了 跟著就是 說一下這個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 他就說 這個月會試行安心出行的自動記錄功能 我們說過這件事 他說用藍牙的什麼發射 同時他就說在研究在這個app市裡面 加入量度部速的科技 比如說 那個用家在離開的士之後 就會提高的部速 那app市就會自動記錄到 那個使用者離開的士的時間 那你只是越搞越多東西 你真的不用監控得那麼厲害 他還說了一句說話 是很沒有邏輯的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重申這個app市 是沒有追蹤功能的 政府也不會刻意查看市民的出行紀錄 既然你說到這個app市沒有追蹤功能的時候 就是說 你那些所謂 儲存下來的記錄全部都是放在手機 照他所說就是這樣 即是說不會 連到上網 政府就不會知道 照他的版本就是這樣說 你不知道 只是手機記錄了 他所說 但是你又說政府 就不會刻意查看市民的出行紀錄 照你的說法就是 你想刻意查看都查看不到 那為什麼你有殺有戒事 說政府不會刻意查看市民的出行紀錄 是不是你刻意查看的時候你就會查看得到呢 但是明明按照你一路的說法都是查看不到的 但是你現在又說不會刻意查看 那是不是當中有些破綻有些矛盾在這裡 還有不止一說 還有這個經濟日報 他也說到一樣 他就說 這個 安心出行的app市就不會設置中央紀錄系統的 所有資料只是儲存在使用者的手機 特區政府一直的說法都是這樣 而存放在app市裡面的出行紀錄 就只會保存31天 但是上傳到政府的出行紀錄就會保存7年 這個又好笑 你又說到只是儲存在你的手機裡面 31天之後就會刪除 就是不會保存 但是又說上傳到政府的出行紀錄會保存7年 那你又說那些資料只會儲存在手機 那這裡是不是有邏輯矛盾 今天有些食客就較為暴躁 早上在彩雲村的麥當勞那處 有一名介乎20至30歲的男子 拒絕麥當勞職員的要求 就不肯掃這個安心出行的QR Code 也不肯留下他的個人資料 後來這一名食客就情緒激動 用手機襲擊一名麥當勞的男職員 弄得前額和眼都受了輕傷 救護員就接報到場 將這一名職員送院救治 我認為大家不需要那麼激進 不用動手動腳或者襲擊人 因為會被人抓 要麼要的 總之職員有提供到人手登記的方式 你就可以隨便登記 最重要的是職員也懂得做 不要在這裡干擾食客登記 也就隨便登記 登記了就行了 不要在這裡嘰嘰嘰嘰嘰嘰 總之表示大家好做就行了 好話不好聽 大家上班中午吃飯的時候 一般的要求都不會很高 隨便爬兩口 有事到肚子就算了 所以那些食店有得人手登記的時候 你就不斷拿東西出來讓人登記一下 那些食客不斷配合一下就登記一下 又不需要搞到那麼激進 但是我也很體諒到有很多做體力勞動的工友 根本想人家中午吃飯的時候就想他他條條的 你一進去就叫人家寫字 這樣也是會令到部分人反感 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 我都給錢在你那裡吃飯了 你還要多吃飯 還要這樣那樣 人家當然會不理解 所以互相互讓 職員又體諒一下 食客又體諒一下 因為始終來說 不是食店要求 而是政府要求 那些店員也是打工的 無謂搞著人家 當然有部分店員就是很少說 千萬不要說 拿著雞毛當令箭 搞到那些客人好像是 一個犯人來審 又說這個資料又核對 那樣資料又怎樣 你這樣搞的時候 就會令人很懶惰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